各位長官還有各位貴賓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嗨 朋友們 各位好 歡迎林林開朔珍女神來到我們的現場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朔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你跟雲林有一段奇妙的緣分 那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2009年的時候 在雲林開了我的第一部電影 叫做《念念》 《不知道是日》跟張孝雄一起合作的一部電影 哇 在雲林的一個小鎮 但是我真的一個多月呢 我就在片牆裡面度過了 然後我剛剛看到雲林的這個影片 真的把雲林拍得好漂亮喔 真的 好可惜 我竟然哪裡都沒有去 竟然在那邊拍戲 都在拍戲一個月 太忙了 對 沒有機會去 我好傷心喔 是 但還好透過今天的活動 我就更認識了雲林 我看到了草嶺的萬年峽谷 對 好美 聽說她是因為風災之後 才出現的奇特景觀 這個地方我很想去 然後還有那個 綠色隧道 剛剛有拍到 有有有 對 然後我們可以去古墾喝咖啡 然後看綠色隧道 是是是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是 川川老師剛剛跟我介紹的 他說那個稻草卷 喔 就是在郭農修根的時候 他們會把那個稻草卷成一卷的 非常巨大 那看起來很像國外的景點 很像那個外星人的那個 麥田圈的感覺嗎 欸 那好像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范立人介紹的一定要去看對不對 它是一卷一卷的有點像捲心酥那樣子 對眼很高 我想 那如果要推薦一些當地名產的話 有沒有在推薦什麼名產 你可以給大家分享 也是川川老師剛好分享了一個 魷魚根 喔魷魚根 很厲害 但是具體到底在哪 喔 西羅 魷魚根 還是MISA 這樣會不會有一個訪告 菜市場裡面 菜市場裡面 那找他找他 他要去是有一個是 請打給川川老師 真的真的 而且我們就知道如果要去當地最厲害的地方一定要問當地人 對 當地人才知道我們其他人不知道神秘景點 還有醬油 喔 我記得我當時就帶了一罐醬油回去 哇 我們的完裝醬油 對啊 對 很有名 那當然我們影片裡面剛才有看到譬如說我們的女兒橋天宮大橋 還有我們很有名的北港朝天宮 這些都是大家一定要去逛的地方 那也歡迎大家能在之後的規劃雲林的行程可以盡情的去遊玩 好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今天我們屬生來到現場是為了幫我們雲林SAR雲林旅遊大使呢 來站台支持喔 那天后可不可以跟大家說幾句鼓勵的話鼓勵大家來開場 那台灣真的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包括我自己都沒有好好的去逛一下 今天雲林慘愧 然後我希望說像雲林這麼美的地方 大家都來推廣一下 是 甚至把他推廣到國際 讓很多外國的朋友都可以來 所以大家趕快來幫我們參加我們的雲林旅遊大使